这里是比较麻烦的啊 我们要一个个队 别费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后面的就不搞了啊 我们就搞这么多啊 节省大家的时间啊 我们学到方法就行了 回头作业 你们自己慢慢去抠 好吧 我们做到这一步之后就直接往后面做啊 好 后面的就不搞了 哎 耽误时间了啊 直接下一步了啊 剪照 好 我就 我可能对的还不是特别仔细啊 还没有特别仔细 但是我们学到这个方法就行了啊 好 然后呢 呃 对好位置以后 把这个手骨的这个透明度把它调成100啊 调成100 好 调成100之后 然后把这个手和这个手机的换个位置啊 因为是手机照手骨 不是手骨照手机 对不对啊 换个位置啊 放上面了 放上面了啊 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大概可以看到一个雏形的啊 雏形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看了雏形以后啊 我们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给这个手骨 再添加一个什么 把它抠出来啊 又抠出来 给它添加一个亮度键 亮度键啊 在这里 你看 为什么要添加亮度键 我们课程讲的 因为它是黑白啊 黑白的 平安关系比较明显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亮度键来抠 看到没有 给这个手添加一个亮度键 好 嗯 嗯 把这个黑的地方把它抠掉 好 OK 这样子键抠出来以后啊 把手还可以抠一点 然后呢 我再添加一个 嗯 无线控制里面有一个 嗯 来一个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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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直接打出来算了 我一下找不到那个效果了 叫颜色替换 我看能不能说出来直接 颜色替换出来了 在这里啊 视频效果里面的图像控制里面有一个颜色替换 把颜色替换加进来 把颜色替换加进来 加进来啊 加进来以后 呃 我再吸取这个目标的颜色啊 我再吸取这个目标的颜色啊 什么意思呢 我想把这个目标我想把给它变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视频 它是这个红色对不对 它是红色啊 我就 我就把它变为红色 首先目标颜色我先变蓝色啊 直接蓝色先搞一个 好把它变成这个蓝色 然后把这个相似性这里啊 我们把它调高一点 把它调高一点啊 调这么多啊 调高一点 嗯 嗯 编换一个这个红色 还是有点高了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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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